大家好我是柚子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OpenWRT OpenWRT有很多的特色 就是你可以把它當做一個無線路由器來用 而且這個無線路由器它有很多的套件 重點是它的耗電量低 那我這邊推薦的版本是 一個叫做 L大的韌體 那這個網址我等一下會放在影片的描述欄裡面 那點進去之後呢 依照對應的版本去點綠色的地方 那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最上面一個勾 能點的最上面的勾勾的 那如果你是看到這橘色表示它還在處理中 那這個就是目前還沒辦法點 那你點這個之後 這邊會有三個下載連結 你就選一個連結 但是如果是最下面這個Google雲端呢 它是共享整個資料夾 那下載好之後呢 我們要用燒錄軟體把它燒錄 目前你把記憶卡放到樹莓拍之後 你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不接顯示器 如果你不接顯示器的話 大概近 近在1到2分鐘 那在開始之前呢 請你先 找一台有 具備有線網路孔的電腦 或是筆記性電腦 那先用有線網路孔 將樹莓拍跟電腦對接 我們等它開機完成 然後打開瀏覽器 輸入192.168.1.1 就可以進入它的後台的介面 當你看到上面最後一行的時候 如果你有接鍵盤 按一下Enter 會出現OpenWrt的這個 預設畫面 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打開瀏覽器 輸入192.168.0.1 那在網址輸入192.168.1.1之後 會看到OpenWrt的登錄頁面 輸入預設密碼Password 登錄 那在這邊呢 我們會先看到系統的狀態 例如你的型號 你的版本 你的運行時間 你的負載 還有CPU使用率 記憶體的使用率 那我們今天的做法呢 是把樹莓派 掛在你的路由器底 一個區域網路的網路口 那其他的中端設備 連到樹莓派 用WiFi的方式連到樹莓派 這樣做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在樹莓派怎麼改 都不會影響到你原本網路 這個路由器本身的一些設定 但是無線網路的部分呢 就透過樹莓派來做管理 那我們先到 網路這邊 把網路這邊然後按接口 我們先按添加新接口 輸入名稱 協議這邊選擇客戶端 DHCP客戶端 然後包含一下接口選擇 把原本預設的LAN端 然後按下提交 單按接口 把原本預設的LAN端 按下編輯 這邊物理設置 我們把ETH0取消勾選 留下無線網路OpenWrt 按下保存並應用 應用完成後 你的有線網路就可以把它拔掉了 那後面的操作我們都是用 電腦連 無線網路連到OpenWrt 這一個SSID 就是無線網路的名稱 來去做設定 看到這個紅色的體制表示 有線網路的連接 目前已經是斷線了 我們這後面都改用無線網路的連接方式 連上了之後 我們一樣輸入192.168.1.1 然後登入這個頁面之後 我們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 比方說我們先把無線網路的安全性做一個設定 不然你的OpenWrt 目前是沒有鎖密碼的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OpenWrt 這個無線網路的設定 這個無線網路的設定 我們點這邊的編輯 然後這邊是可以修改名稱 那我們在無線安全的地方 我們可以做加密 例如我們選擇 WPA2 這個加密 這個加密 密碼 我們可以設定一組密碼 輸入完成之後 我們直接保存並應用就可以了 那因為 你加上了密碼 所以無線網路也會斷掉 那我們再重新連接 輸入我們設定的密碼就可以了 我們再重新連接 輸入我們設定的密碼就可以了 好 我們用無線網路連接之後呢 我們再重新整理一下 OK 這樣子 我們就設定完成了 我們的加密是 WPA2 除了這些功能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左側 我們現在 來介紹一個 很不錯的功能 就是 去廣告 ADGuard Home 在開始設定ADGuard Home之前呢 因為我們會需要做一些網路更新 所以請你將你的網路孔 原本連接電腦的那一端 現在連到路由器 的任何一個 區域網路的網路孔 連接好之後呢 你的電腦 透過無線網路連接 OpenWRT這個Wi-Fi名稱 應該是可以順利上網 如果你不能順利上網 麻煩你往回看 是不是哪裡設定有問題 那設定都沒有問題之後呢 我們先進入ADGuard Home這個設定頁面 然後先按更新核心版本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做完更新的部分了 那 那 重新定向呢我們選擇 第二個 除了剛剛的設定之外呢 我們這邊記得要 好 勾勾應用 然後往下滑 按保存並應用 好 配置應用 這樣子我們才是 設定完成 好 那我們在剛剛 網頁管理端口底下 會有個綠色的文字 我們點下去會進入ADGuard Home的 這個設定頁面 好 那我們就按開始 然後他會跟你講 你的80 這個連接簿已經用過了 那我們 比如說我們可以加兩個0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一樣53 用過了 那 我們可能 這邊做一個3 就可以了 那我們 按下一步 輸入名稱 密碼 好 這樣子我們就 設定完成了 我們按下一頁 恭喜那我們開 意標版 好 我們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就是他的圖頁面 那我們要做設定的是 過濾區 封鎖清單 然後 我們可以按檢查更新 讓他在最新的更新日期 然後 其實就這樣 就結束了 然後你的手機 跟平板 其他的無線網路的終端設備 都連到OpenWrt之後 那就可以做廣告過濾 當然要 這個清單裡面有的 廣告的網址 他才會被過濾掉 那如果 沒有列在裡面的 他當然就不會被過濾 那我剛剛已經用手機 剛剛已經用手機 連了一個網頁 讓他去廣告 那我們看一下 的確 我這邊有 那這個的話 是你 那個內網 就是連到這台 樹莓派的IP 那這邊會顯示說 他有多少的廣告被過濾掉了 我是幼子 我們下次再見